爸爸 小周错了 小周再也不受病了 爸爸你别走 滚 爸爸 朱秋 你找小三我不管 离婚也行 在这是小周的救命前 你不能打死 爸爸 朱秋 你还是个人 在家里不能打死 滚开 嫂子好不容易放上了火 你要是以后敢带着这个冰鹰子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动死你们 小周的 小周不敢生病了 妈妈 对不起 对不起 小周没有错 都是妈妈的错 给你找了一个怪爸爸 孩子你放心 妈妈一辈子都会离开你的 配性成功了 但是建议您让孩子他爸试试 你病了一个神 再捐一个神 你的身体就彻底垮了 老子好不容易放上了富婆 你要是以后敢带着这个冰鹰子出现在我面前 我就动不死你们 好 医生 就用我的身 只要我儿子能活下去 就是让我死 我也愿意 医生 好吧 妈 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啊 你放心吧 妈能照顾好自己 你就安心去上学 不用担心妈 好 妈 那你每天都要给我打电话 别让我担心你 嗯 妈 妈 我一定会好好上学 等我工作了 就把您接到城里去 让您后把辈子过得幸福安康 只要您能过得好 妈就知足了 啊 快起来 啊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请稍后再一遍 请稍后再一遍 小圣 你每天打电话干什么 烦不烦啊 妈就是担心你刚毕业 找工作有些辛苦 想给你寄点钱过去 就你那擦瓜俩早气过来都不够丢人的 我有事先挂了 以后我不找你别给我打电话 小圣 哎 我妈 你怎么还在啃馒头啊 没跟着小圣去城里享福啊 小圣啊 他一个人在城里打拼不容易 我不想去拖累他 你这说的什么话 我老婆昨天打电话跟我说 欣眼看到小圣跟他爸在小圣上高达 那你去办 行我妈那你吃着 我会做饭了啊 那天打电话干什么 房子 那擦瓜俩早气过来都不够丢人的 以后我会找你找你 小圣出动 小圣 哎哎哎哎 哪来的吃药饭的 这地方是你能进的吗 啊赶紧滚 我不是药饭的 刚刚进去的是我儿子 哎你个臭药饭的 你装什么 小圣打死你 住手 小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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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我不是说了我很忙没空陪你吗 赶紧回去 小圣 一二婶的儿子 说看到你和那个姓楚的一起吃饭了 这是真的吗 这就是我回头 电话里跟你说清楚 今晚我要在这里宴请一位大人物 你别在这儿给我捣乱啊 这么说 你确实和那个人渣有联系 还有 你怎么敢姓楚了呢 行了 别在这儿人渣人渣的 那是我爸 儿子跟爸相 不是应该的吗 你忘了当时他是怎么扔下咱们不管的吗 还抢了你的救命钱 够了 爸当初要是不修了你帮上富婆 现在他能这么有钱吗 要是我当时跟着我爸 也不会被拒去一个审 折磨那么多年 吴秀莲 滚 你要是敢带着这个冰样子出现在我面前 我他妈弄死你们 你怎么来了 还这么恶心 穿得跟个臭要饭的一样 滚 你要是真心疼小盛 你就赶紧跟他断绝关系 小盛跟着你 不会有出息了 你想都别想 你绝对不会让小盛跟着你这种人 不就是想要钱吗 行 只要你跟他断绝关系 这钱就是你了 你混蛋 先少吧 你也不撒泡尿 看看你现在半死不活的样 能值几个钱 赶紧拿小盛 要是一会儿耽误了凌晨首付和我们谈生意 老子弄死你了 这钱足够买你一条贱命了 还不知足 果然 像这种穷人 就是贪心 谁才让谁倒霉 你凭什么这么说我 就凭老子比你有钱 别给脸不要脸 小盛现在已经不需要你这个解破烂的嘛 赶紧 有多远鬼对 小盛 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对你的了吗 走 干嘛走 看你走 看你继续回去过熊日子 你赶紧给我离开这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我不走 小盛 你要不离开这个人渣 我就不走 你给我站开 走走走 小盛 走 小盛 小盛 暗 儿儿啊 你怎么能原谅那个人渣呢 副总 初总已经在天蓝酒店等你了 好 我知道了 别说 干嘛 你怎么在这 你爸是杀人犯 你不配吃馒头 我爸不是 我爸是为了保护我才无伤了人 我爸是英雄 骗子 小汤 让人犯 打他 让他不说实话 你干什么呢 别欺负他 小云 来 起来怪 咱们不吃脏的 阿姨给你买新的 我知道你爸 他是个好人 跟我回家 我管你吃管你住 等你爸来接你回家 嗯 走 小云 你是小云 对 是我干嘛 当时我爸出去之后 就带着我去了南边 这些年我们父子也赚了点钱 本来小时候跟我回去报答你 没想到这么巧 在这遇见了 只要你们过得好就行 不用报答我什么 干嘛 您说的哪里话 要不是干嘛您 我早就死了 报答您是应该的 干嘛 跟我回家吧 我爸要是看到你 肯定很高兴的 这 这不太好 娘去儿子家有什么不好的 走吧 咱们回家 肯定很高兴的 兄弟妹子 我们真是多年没见了 来来来 物理器 物理器 这些年 你和小盛过得还好吗 我和小盛过得挺好的 他也在省城工作 那太好了 从今天开始 你就出事 回头啊 我让小云 把小盛也见了 让他们兄弟俩好好照顾你 也让你想想轻浮 不用 真的不用 当初 我也就是给了小云一口饭吃 不值得你们这么对我 干嘛 那可不是一口饭 那是养育之恩 我要是不接近权力报答你 可是坏了小新 小云啊 你真是个好孩子 这么晚了还没吃饭吧 我知道你早前年有肾病 需要忌口 所以啊 今天特地为你准备了菜 都是对你身体有好处的 干嘛 你要是有其他想吃的 你去告诉我 我立马让阿姨去做 真的不用 这已经很好了 吃什么都行 您的肾病也好些年了 要不明天我带你去医院看看吧 我这个病吧 已经治不好了 就别乱花钱了 钱不是问题 只要能让你身体健健康康的 什么都行 是啊 秀莲妹子 你可千万别跟小云客气 以后就把她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使唤 好 喂 小盛 喂妈 你是不是住大街上了 要不跟我过来一起住吧 地址是 什么 干嘛通人走了 是的 副总 他让我给您留个话 他说他今晚去小盛那里住 让您和老爷不用担心 那就好 应该是小盛把他接走了 小盛这孩子 怎么到了家门口 也不进来坐坐 小盈 你去查查 他现在在哪上班 好 你们两个跟我走 小盛 你 你让我来 是给你们当保姆 还不都怪你 你昨天在酒店门口闹得那么难看 妈只 钟阿姨知道了问我怎么回事 我只能说你是新找的保姆了 钟阿姨 钟美 小盛 妈记得以前跟你说过 他就是你爸当初那个小三 你爸为了他才把咱们丢下不管的 你怎么能和他们一起住呢 之前的事你能不能别提了 再说了 我有两个妈 你不应该开心吗 两个妈 你为了钱 宁愿当小三的儿子 妈不同意 哎呀妈 我爸和钟美不能生孩子 所以才让我回来 这是老天爷给的机会 我干嘛不要 你放心 等我一继承到家产 马上把您光明正大的接到身边一起住 好不好 小盛 人活着要靠自己脚踏实地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够了 你就说当不当这个保姆 你要是不当 就别想再见到我 我当 我当 副总 您昨晚错过了钟家的酒宴 刚才有打来电话 邀请您这两天去他家里做客 好 就听去那晚上吗 是 这个 就是你昨天找的新保姆 对 从我老家过来的 任老师特别靠谱 姓吴 熏死 赶紧带他去洗一洗 好 我这就带他去 你疯了吗 干嘛去屋里洗啊 也不知道他身上 有没有携带什么恶心的戏剧 这圈儿不冷 就能那个洗吧 这 那是浇花的水 是凉的 那又怎么样 像他这种人命贱 凉水洗洗死不了 干净啊 别吱闹我 小生 你知道的 我身体一直不好 这水 小生 不能 我看他不是很情愿啊 你帮他洗洗干净吧 小生 我不可以啊 这是副总喜欢的风格 夫人真会跳啊 不错 我看看 怪歪了没有 瞎了你的狗眼 擦你居然擦到夫人鞋上 这鞋多少钱你知道 你赔得起吗你 就是 把你妈里都赔不起 我看你这段脏手是不想要了 我不是故意的 妈 小生 妈 别生气 生气长着纹 这是我从全市最好的美容院 给你办的美容卡 送给你 算你也相信 他竟然当着我的面喊小三叫妈 这就是我怀胎十月 八尸八尿的儿子 爸 这是给您的 好好 不愧是我的好儿子 姑妈 你还愣着干什么 在这只会惹我妈生气 还不赶快去厨房帮忙 好 我这就去 看画 左边一点 这一定是吴秀莲那个贱人搞的 楚生 你跟我去好好收拾收拾他 妈 我再叫人去买一份鹅干就好了 您气坏了身体多不划算 你懂什么 他这种人见得很 他今天能弄坏鹅干 明天就要偷家里的东西 不行 我去好好收拾收拾他 你把鹅干带上 我 你知道这鹅干有多贵吗 你竟敢弄脏 不是我 我没有动过你们的鹅干 是不是没按好心故意弄的 你还敢解药 这个家里就你一个新来的球酸鬼 不是你还有谁 真的不是我 当时厨房里有特别多人 还敢诬陷别人 真不愧是姐婆娘要饭 脸皮真厚 为什么要这么说我呢 当时你 够了我妈 你现在赶紧承认了道个歉 我们可以从清楚知你 你也不信我啊小盛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 如果是我做的 我肯定会承认的呀 还死鸭子怎么样 我今天就好好受受着你 夫人说的对 这么贵的鹅干别浪费了 去捡家 喂他吃了 吃啊 还愣着干什么 还让我亲自动手 小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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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肾不好 我不能吃动物内脏 你不想啥呢 他不是你去 小盛 妈 他都吃了 你就别生气了 气坏了身体 我和爸都会心疼的 不能就这么算了 这鹅干可是好几万呢 他得赔钱 夫人说的对 鹅干既然是他吃了 他就得付钱 给我钱 鹅干是你们逼我吃的 你们还问我要钱 你们欺人太甚了 别废话 不赔钱 我就报警了 你非要把事情弄这么大 让我难堪吗 这些钱 都是我喝凉水吃白头 剩下来的 就像带到城里 给我儿子 怕他辛苦 行了别说了 妈 就这点钱 够干嘛的呀 他身上肯定还藏了别的钱 春生 我搜身 妈 搜身就算了吧 什么算了 我没有报警 对他已经够好的了 赶紧把他身上的钱 全部给我搜出来 拿到发话 还愣着干嘛 不要 小生 外面有那么多人看着呢 不要啊 妈 求你了 妈 乌玛 你求我也没用啊 不行 救我呀 小生 我真的没钱 真是鬼大 夫人 就算他赔不起钱 咱们也不能留一个小偷在家里 来人呢 把他给我扔出去 不要啊 你们至少让我把衣服穿上了 够了 过 妈 把他从中将光之扔出去 对咱家影响也不好啊 不如 让他跪下 正中的肩膀 说的有道理 给我跪下 喝醋 道歉 我绝对不会对你们下跪的 还敢吃 乌玛 你听我一句劝 赶紧跪下诚心道歉 我们就放你走了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最清楚 我没有损坏中将一分一毫的东西 我不能下跪道歉 尤其是给他 不跪 我帮你跪 我帮你跪下 小船 小船救我 救我啊 救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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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挺大 啊 啊 啊 姑妈 你快道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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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ノ 啊 啊 啊 你还不说是不是 你真是毛坑里的石头 又臭又硬 我就不信 今天挑不开你的嘴 你说不说 不说的话 我就把你压坏过 看你说不说 妈 开时间 副总马上快到了 如果被他看到这一幕了 会影响我们拉投资的 死穷鬼 算你自己的缘弃好 我衣服穿上 跟您走 药 妈 药 小车 药你不是随身带着吗 刚才落在杂货间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 算了 我回去给你取啊 但是你必须得答应我一件事 我和你别联系我 你别主动找我了 我有空会主动给你打电话的 你听见没有 知道了 那你在这等我 我回去给你取啊 站住 你给吴秀莲送药 他的药不能断 他死了不是更好 省得回头又来找麻烦 可他毕竟是 啊 啊 中美才是你啊 反正不秀莲也活不起 你就当帮他早点解过不就行了 小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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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车 干吗 干吗 来 干吗 你不是在小上下吗 师妹弄成这样 干吗 您不是把我当亲儿子吗 亲儿子给你端个谈鱼怎么了 快吐吧 不然我得一直捧着 哎呀 就是 来来来 小脸没走 叔叔好 妈 你这身病了 腿容易腹肿 我给你念一念 不用 这太麻烦你了 小音 儿子给你按腿 咱们叫麻烦 人家都说 有妈的孩子十块宝 能亲自照顾 我觉得特别幸福 您躺好就行了 对了 兄弟妹子 我看你这手机啊 快不行了 我就让小月 给你买了一个最新款的手机 哎 这我可不能要 我原来这个手机啊 他能打电话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而且 小盛的号码存在这上面 哎 别担心 我现在就把小盛的手机号 给你送到这个新手机里 是啊 干嘛 你要是以后 小和小生联系方便的话 还真的放心了 可是这也太贵了 我 好了 我已经弄好了 拿着吧 拿着吧 啊 拿着 儿子挣的钱 就是给你花的 千万不要有什么负担 啊 干嘛 您怎么哭了 是不是担心病的事 不是 我就是眼睛有点酸 妈 你放心 我现在就去找院长 让所有的专家 马上开会 讨论出一个 给您致命的方案 哎呀 小盛 我跟你一起去 不用 哎呀 大哥 不用 喂妈 何干的事已经差几次了 别回了吧 几万弄成电话 我就是散步 不小心迷路了 摔倒也是身体的老毛病 不用担心 来 我现在就带您去医院 哎 我都已经习惯了 不碍事的 干嘛 您都这样了 您是小心疼死我呀 我马上找凌晨最好的医生 给你好好检查一下 走 哎 王特助 您突然打电话来 是有什么吩咐啊 副总很重要的亲人 突然生病了 所以他临时赶去医院 不能来敷衍啊 那在哪个医院啊 我们马上过去探望 不用 这是副总的家事 他不喜欢被别人打扰 好好好 那请王特助 一定要替我们转达 我们对副总亲人的关心啊 我也是个孝顺人 我最能理解副总 现在的心情啊 绝对咱们再安排 幸亏那个香把他给我避过 要是夫人啊 知道是我把他弄到地上的 那肯定的 也辞退我 嗯 有事 妈 我刚才听到小玲说 那块额干是他弄到地上的 我们冤枉了吴玛 冤枉 像他这种求孙鬼 做错事情也是迟早的事情 我不过是早一点教训了他而已 免得他以后犯了大错 被警察给抓走了 这么说来 他应该感激我才对 就是 能够得到你妈的指定 是那个臭药犯的福气 以后 别再提这个人了 我饿了胃口 这次副总没来敷衍 还得赶紧想想 拿投资的事是吧 我知道了 爸 喂 妈 你回家了吗 你还好吗 妈现在还没回去呢 现在在 还敢打电话 吴秀莲没回老家 他不回老家 一定是要留在这里 想把反格我们家的钱 贱人 他可能是没赶上车 他一辈子都没见过咱们家 这么多情 怎么可能会不起贼心 他要是把你的真实身份 捅给了中美 咱俩都没有好物质 你去把他找回来 在咱们家继续当保姆 咱们也鼻子底下看着 他也不敢作妖 不然 我饶不了他 可 可毕竟刚冤枉了他 放心 他不会计较的 当初 我就是几句好话 临花一分钱取 他就是 尚赶之道贴的铁铁铁铁 我这就去 鹅干的事已经查清楚了 您回来吧 小圣啊 你让我去给那个人渣 和他的小三当保姆 你这也太折磨妈了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鹅干的事已经查清楚了 以后不会再为难你了 可我不想再见他们 一见他们 我就想起当初 行了行了 能不能别再提那些 沉滋满满骨子的事 不都已经过去了吗 过去了 小圣 如果他们做的错事 这么轻易就过去了 那这些年 咱们娘俩受的苦又算什么呀 妈 我知道 让你当保姆 是让你受伪了 但是 我这几天不是伤病了吗 除了您做的饭 我什么都吃不下呀 您最疼我了 您就这么忍心 看我还饿吗 好 我回去 副总啊 您母亲的病 拖得太久了 我们目前也束手无策 我建议您啊 还是找来国内外的肾病专家 再会认她的 需以我干妈的名义 办成慈善晚宴 邀请国内外各大专家 各大家族 看看 谁能帮我干妈治病 是 干妈 你这是要去哪 小圣想我了 我还是回去跟他一起住吧 也行 医生说 你现在的病情 需要放松心情静 有小圣在身边 你肯定住的 你在医院开心 那我开车送你过去吧 好 我们走吧 来 干妈 您慢点 小云 小圣就在前面等我呢 我自己过去就行 那您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好 放心吧 你慢点 知道您的事办得怎么样 几年前 吴秀莲给吴胜 移植了一颗健康的肾 现在吴胜在中市集团当经理 有一个大项目 继续投资 看来 干妈快损成这些年 过得不容易啊 这样 你要把国内外专家来会诊时 把吴胜也请来 让他检查一下 移植肾脏的排斥反应 顺便给他准备 三立的投资 这是中药 看来小圣真的生命了 我得赶紧去给他熬药 干什么呢 这还用关 肯定是这个手脚不干净的 小猫狼 要跑他们家的东西 我没有 我们又给了你一次机会 让你回来继续当保姆 你不知道敢也就算了 还敢偷东西 你这是个不知好歹的贱物 你怎么能随便冤枉我呢 我没有偷东西 你还敢偷 鸿妈 还不赶紧认错道歉啊 别在嘴冤枉 连你也不信我 不是我们怀疑你 你说你一个保姆 非要动这个干什么 这可是我们准备在慈善晚宴上 送给富家老夫人的名贵妖材 你不是碰脏了 你赔得起吗你 我没有随便乱动东西 我是为了你才 都抓了信息了 你还敢狡辩 你真够不要脸的 这种不要脸的人 就得好好教训一下 我刚才两只手都碰过了盒子 不知道有多糟 居然敢动别人的东西 不行 都非得好好教训你不可 主生 去拿护士 过来 给他的手消消毒 主 快去啊 小生 不要啊 小生 不要啊 去啊 拿着 我可得慢慢小 你能白费浪费了金湖水 这种人只有教训了才能让他长记性 你打到你的腿已经算不错了 难受的水泡 不让 去把锥子拿过来 把水泡给挑破了 妈 要不算了吧 凭什么算了 副总这次邀请的可是各界的名流 是我们巴结他的好机会 现在倒好 我们送给副老夫人的礼品 全都被他给搞砸了 我看他就是故意的 故意想害死我们 对 他这么耐 教训他一下是应该的 快去 让你妈说的多 小熊 不要啊 小巨 问 elas 爸 妈 王大叔刚才专门给我打电话 说副总准备在晚宴当天 要给我们投资三个页 让我做好准备 三个页 真是太好了 我们要只能巴结上副家 将来我们中式集团 在凌晨就可以送个走了 以后除了副家 在凌晨就是说一不二 谁敢跟我们作对 我们就弄死他 副总 但是王大叔特意交代 让我务必带上妈一起出席 难道 难道 副总肯定是特意邀请您的 毕竟您可是中式集团的大股东 我 那我可以好好收拾一下 我能在副总面前丢了面子 那个 你们说的副总叫什么名字 关你什么事啊 你那么多废话 副总的名字也是你配知道的 你就给他烂泥 连副总擦鞋你都不配 赶紧闭嘴 好好干活 小心待会收拾你 连出去把那花交了 等会儿 咱们都走了吗 留个贼在家里 我也不放心呢 这还不简单 把他锁到卫生间里 等我们回来了 再放出来 可 磨蹭什么呀 赶紧去呀 不然一会儿就迟到了 快走 快走 小盛 小盛 委屈你一下 我会的药还在上面 我没时间给你拿药了 你就不能忍一天半天吧 小盛 小盛 好 小盛 啊 所有門窗都為熟光 可他小時候你現在的大忙 幹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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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嗎你在哪 幹嗎 我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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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幹嗎 你怎麼在這 小盛沒帶你去四上晚宴嗎 我想著打掃一下衛生 然後不小心把自己鎖到裡面了 小盛他召集去參加宴會 沒找到我就先走了 這廁所是從外面鎖上的 幹嗎怎麼會把自己鎖進去呢 幹嗎 我帶你去四上晚宴吧 那裡有好多厲害的醫生 讓他們給你的病想想辦法 哎呀 我都這個年紀了 就別浪費錢看這個病了 幹嗎你說什麼呢 問我花多少錢你無所謂 只要能治好你的病 這是我唯一的心願 您跟我走吧 小雲 走 小雲 收到幹嗎 幹嗎 您先進去 我還有點事 我有一會兒管 好你去吧 哎呀 哎呀 王總 好可憐 啊 哎呀 是誰啊 王總 謝謝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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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敬你一杯吧 我敬你一杯吧 副總 什麼時候要吃這些 絕體啊 這要吵了 什麼時候要招聖劫子 一會辦事 只要我總把生意談 這就是那楚生吧 聽說副總給他投資了三個月 真不知道走了什麼狗屎 本來中士集團啊 在臨場 根本排不上號 他們今天要是攀上了副總 那就飛黃騰達了 嚇著他們那不嫉妒的嘴臉 主帅 今天的事情可不能出差錯 以後啊 就讓他們就有贏 放心吧媽 我今天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拿下這筆投資 哎 這不是吴媽媽 那不是吴媽媽 她怎麼回到這裡來了 要是讓別人知道 讓文家的用人會到這裡來 那咱們家的臉就丢盡了 主帅 快點 看不出去 哎 小盛 你怎麼偷跑到這裡來了 趕緊給我走 不是 我是曉雲帶來的 不是 是副總帶來的 我沒有偷偷跑進來 副總請你來的 你也不撒朋友照照自己什麼身份 副總憑什麼請你過來 趕快出去 不是 是因為你老樹櫃可眼淚了我 趕快打開你的腿 聽見沒有 你要是得罪副總 他就是害死了 我怎麼會忍心害你呢 我說的都是真的 現在怎麼張口就撒謊了 我沒有 那我給副總打電話 他的話你們肯定能信 你 你哪來的些手機 那還要說 肯定是偷了我們家的錢擺盪 不是 這個是副總給我的 我沒動過你們家一分錢 你別給我破髒水 你這個臭不要臉的人 我們都沒有副總的電話號碼 你憑什麼會咬 還說副總請你過來的 你就是滿嘴胡言 給我 給我 會咬 哎 楚春他們這是在幹嘛呢 在副總的晚宴上 給一個髒兮兮的老太太拉拉扯扯 扯成什麼樣子 真是丟死人了 不是的 不是這樣的 這個臭藥飯的 我們進了會場 我們只是在幫副總清理會場而已 臭藥飯的 把你給我回去 我不是藥飯的 我是副總請來的客人 你們不能這麼對我 就他這個寒酸樣 看著也不像副總的客人 不過嘛 這是一個慈善晚宴 說不定副總會邀請一兩個窮人 過來當工具人 也能造一個企業形象嗎 倒他真的是副總請過來的 不可能 像他這種逼贱的叫花子 怎麼可能會有機會認識PUS 就算是副總請人過來演戲 怎麼都輪不到你 哎 想知道真相其實很簡單嘛 看看他有沒有邀請函就完了 對 他要是有邀請函 一般 就給他鬧劍 他要是沒有 我們大家也不可以饒了他 有可能 我沒有邀請函 我是副總帶我進會場的 就你 也陪讓副總帶你進會場 副總是誰啊 那可是臨場的天 像他這麼尊貴的人 怎麼可能會帶你這種卑劍的下人來會場 姑媽 你撒謊怎麼不動動的女子呢 如果真是副總把你帶過來的 你怎麼自己在這身上 像於說他有事就 夠了 還敢叫副總的小婷 是覺得副總大都不計較什麼 臭藥販子就是臭藥販 敢來這兒曾學創作 真是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趕走這個髒老太婆 為副總清場 那也算大功一戒 不能讓他們中式獨渣老 來 扔上去 那在幹嘛呀 小婷 小婷救我 小婷 再去詳細調查一下五婷 尤其查達是怎麼對我乾媽的 是副總 等會兒等會兒 小婷 這個臭藥販 跟咱們小廚子很熟嗎 你怎麼可能認識他 他臭了 就和我一起下水 好好想想 剛剛他還喊副總的小名呢 這說明什麼 說明他就是想攀附有錢人 你們快把他趕出去 快點啊 小生 你怎麼能說出這樣的話呢 你就這樣老心狗肺嗎 你別胡說八道了 我根本就不認識你 不是 快取出他的嘴 快點啊 別等了 小生哥 還有什麼關係 小廚總算得對 新手說了 這頭趕緊處理 惹得我們自己一拳 走 聽小雲說 秋蓮妹子已經到了 我趕緊過去 陪她聊聊天 住手 你在幹什麼 你們是什麼人 趕緊我請來的貴客 你誰啊 你穿得跟賣菜一樣 還迎起來的貴客 我看他就是個賣菜 畢竟只有賣菜的 才會跟這種要販的窮鬼混在一起 哼 聽見一身衣服 就敢隨便罵人 你們還真是狗眼看人低啊 我告訴你們 今天這個晚宴 是我兒子辦的 這位是我請來的貴客 你們現在馬上向他道歉 你兒子辦呢 還想讓我們給一個要販的道歉 你以為你是父老爺子 哦 我知道 你肯定就是用動態的工藏 把他放起來 你們倆有一腿是吧 你 再胡說八道 請進我 看你的嘴 我呸 瞧瞧你們兩個 這都一大把年紀了 還寫著搞破鞋 真的是可惜 咱們看看 就他們兩個混聚會場 真快是拉低我們的檔次 這倆人真是倒閉 就是 不總要是知道 這種人混進了會場 肯定饒不了他們 不是這樣的 我跟傅大哥是清白的 烏馬 我最後再警告你一遍 廢話少說 趕緊把這老徒子給我帶出去 別在這丟人下眼吧 這種事情你也不相信我 也和他們一起侮辱我 這麼多年 我一個人是怎麼過來的 你不清楚嗎 你還敢狡辯 靠死人的嘴 媽 媽 幹啥 知道我們是誰嗎 告訴我 我兒子馬上跟副總 欠三個億的大象 你得罪我們就是得罪副總 你等著被趕出林城吧 復生 三個億的象嗎 好啊 怪不得秀蓮妹子說 她跟自己的親兒子住在一起 卻三天兩頭受委屈 原來 她的親兒子就是個畜生啊 我不是讓你在胡說八道什麼東西 我現在就讓保安進來 好好笑笑你們 保安 這兩個人 居然敢冒充是副總的貴客 還動手打我 你們 趕緊把他給我按住了 你們打回來 是 總總 你們敢動我 看來我一直在家裡不管公司的事 都沒人認識我呢 我告訴你 我就是個副總的親戀 這個宴會上 還沒人能動我一根手指頭 你膽子可真不小啊 不僅冒充是副總的貴客 還敢冒充自己副老爺子 副老爺子怎麼會穿得你這麼寒酸 你當我們眼瞎呀 這個人敢冒充副老爺子 趕緊給抓住打一頓 老爺 我有證據證明自己的身份 你有什麼證據 他有個屁證據 我跟你們說 他和這個死老太婆就是個騙子 來騙大家的 你還要弄到什麼時候 非得等副總來了 搞得不能收場是嗎 小生 要我說多少次你才能相信 我們沒有鬧 也不是滾進來的 這就是證據 這是你們副總親自給我發的語音 你們聽 爸 我有點事離開一會兒 您先去會城陪幹嗎 對不起啊 傅老爺子 是我們二位 有言不識泰山衝撞了你們 對不起 對不起 傅老爺子 對不起 這怎麼可能 傅老爺子 你不是說他就是個保姆嗎 他怎麼會認真副總 我認識他所有親戚 他絕對判不上副總啊 我知道了 這個語音肯定是假的 是那個什麼智能 AI 他們為了來騙吃騙喝 搞的假證據 我前幾天 剛看到過類似的語音詐騙 沒錯 一定是這樣 肯定是智能AI 這根本就不是副總的聲音 隨便這路上找個乞丐 都能給你弄下來 這的確是我們副總的聲音啊 你們是不是醜貨呀 這個隨便下那個APP 都弄好了 只不過告訴你 這個死老太婆 其實是我們家的保姆 因為從我們家的錢買手機 被我們給拆除了 他如果真的認識副總 怎麼會當我們家當保姆 對了 副總這樣的人物 怎麼會讓自己認識的長輩 當別人家的保姆 你們幹什麼 幹什麼 放開我 我都說了 你沒有證據 就不準 打擾我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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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大哥 對不起 都是我連累了你 不怪你 你這句說話 敢這麼對我們 一會小魚來了 一定會讓他們吃不了 都折走 太敢了 再來 大家都來踩一腳 我看這倆全部老還能挺多久 快 這倆人 擾亂宴會確實可 現在咱們踹配 也算是替副總出街了 我爹老死人人喊打 走 我們也想一下 呸 兩個老不死的 你不別讓我再聯繫再看見 否則提前做你們賤人物 你們來這兒別騎騎 這是打破亂的 你們這幹嘛不去 撿垃圾是吧 撿不到垃圾 又不是狗想吃 媽 出口不服 虎盛 你怎麼不過去踩一腳 你忘了剛才那個死老太婆 出你下水了 這光踩一腳也不解氣啊 是啊 這踩一腳哪能解氣 我倒有個好辦法 你要幹什麼 我幹什麼 哈哈哈 啊 你 出口尚 你幹什麼 我 九露輩子 九露輩子 你沒事吧 妈 如果你消气了 就赶紧让保安把他们拖出去吧 省得在这儿爱您的眼 行吧 今天是过来谈仇事的 过去放了他吧 保安 快把他们拖出去 好 你到底刚才的事 我说代价的 给我等着 两个农村的抽药犯的 安静滚 大胆 你们在干什么 王大主 这俩是农村抽药犯 来蹭吃蹭喝的 不 我们已经清理好了 马上赶出去 您放心 肯定不会当我网宴的 笨货 这是傅老爷子 和傅总的干嘛 你是居然把他们当成要饭的 王大主 您不会搞错了吧 你看这俩 穿的这个寒酸样 怎么可能是傅老爷子 跟傅总干嘛的 对啊 钟总都说了 这是他叫保姆啊 你们 现在被开除了 赶紧勾滚 不要王大主 我们都是被傅生蒙蔽了 是啊 蒙蔽了呀 如果你们现在不赶紧滚走 等傅总知道你们干得好 可不止开除这么简单 走吧 哦 老爷子老夫人 你们没事吧 我们没什么事 哎 这次幸亏你及时赶来了呀 没事就好 那我们就先进去吧 好 我们先走 傅总一会儿就到了 到时候 我们就跟他说帮忙清场 事情 说不定了 还能多乱点头 放心吧妈 我一定会好好争取的 老夫人 你没事吧 要不要我说你去医院 什么情况 房子住 他怎么把那两个相公 老带不来了 难道真的是傅老爷子 这不可能啊 我太了解吴妈了 他绝对不认识傅家老爷子 怎么是 哦 我想明白了 王特助 把他们带回去是知道 那个死老头子打了你一把 杰尔卡特亲自来给你道歉 原来如此 我就说嘛 副总还是挺看着我们这次合作 王特助 真是几乎你跑一趟 这两个老不死的刚才 我说过 你们会为你们刚才的 不代价 你 你真是傅老爷子 我们傅家 最讨厌忘恩负义的 你们刚才那三个亿的投资 我一会儿让小云就取消 这 现在 马上跪下 秀莲妹子道歉 你 刚才小经理那个干妈 就是你说的 那个吴妈 这怎么可能啊 王特助 你是不是被他们两个也骗了 他们两个是臭药饭的 怎么会 无可救药 老彪 让咱们跪下 给老夫人老爷子道歉 跪下 干什么 我们可是四九七年次来的鬼客 王特助 就算你是傅总的得力助手 也不能忤逆傅总的决定吧 再说了 我们是傅总前来谈投资的 你凭什么干我们走 对啊 他们是不是 傅总干妈和傅家老爷子 等傅总来了不就知道了 万一他们俩在偏面 把我们给赶出去了 傅总来了 肯定会怪罪你的 你们还在做梦呢 真是可笑 王特助 别跟他们废话 直接拖出去 是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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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傅上 你不是和我妈一个村里的吗 赶紧人的帮帮我们啊 我妈 我好不容易 要得到副总的投资了 你不能害死我 我 我 我妈 我们都说从小到大 你对我最好了 你怎么舍得这样对我啊 我妈 我妈 修炼妹子 这次你不能心软 你看看他以前做的那些事啊 我接受他教训 他永远都不会改的 那个 傅大哥 妹子没求过你什么事 要不 这次就看我个面子吧 这次 就看在秀莲妹子的份上 饶过你这次 再做出丧尽天良的事 绝不轻饶 老爷子老夫人 你们先去那边入座 稍等一下 我还有一些事 要向副总汇报 就先不陪你 行 你先去忙吧 兄弟妹子 我们先过去 好 没想到 他就这么不周用 被两个抄腰犯的 骗得团团团 等会儿副总来了 那行告你不周 被那个老公司给赶走 把摩托柱给开除 副总马上就要到 这两个小八老 还来这儿不肯走 我看副总过来 怎么收拾他们 夫人放屈 他们这么闹 肯定会死得很咋的 当然了 咱们就一起看这儿就好 这可是世界顶级的医学大 是副总 请来给副老夫人看病 副总真是大手笔 副老夫人 肯才有排列 我这辈子 又是能有一次这种待遇 可真是死而无憾了 快看 他们都朝主方向那边去了 估计 是先去拜见副老夫人 那边也没人哪 副老夫人哪去了 你这话说的 人家副老夫人 当然得压咒出场了 等到真正的副老夫人到了 这两个臭药饭 就等会打脸吧 王特助要是知道了真相 到时候 咱们可不能原谅他 医生来了 我们过去吧 我 没事 别紧张 我陪着你 父老爷子好 父老夫人好 这不是那俩抽药饭的吗 王特助不是被骗了 他们真是父老爷子和副总干妈呀 真是 糟了糟了 刚刚处生一阵 那么欺辱父老爷子 完蛋了 糟了糟了 都怪你 你不是发誓说 这个吴妈根本不认识副总吗 把我们害死了 妈 吴妈的情况我不可能弄错 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 我知道了 我全都知道了 妈 你想想看 傅老爷子常年不出门 副总干妈更是最近才听说过 在场的临场豪门 都没见过他们俩 更别说这帮国内外的名医了 他们肯定也是被这俩人糊弄了 有道理 毕竟 谁也想不到这两个臭药饭的 敢冒充傅总的父母 对 这两个臭药饭 真是蠢得要死 等到傅总来了 看到这一幕之后 一定会把他们给人扫 到时候 就算他们是在凌晨要饭 都会要不到 还会连累了自己的家人 这怎么该 糟了 要是傅总 知道他在咱们家干过保姆 肯定会认为 他是跟着咱们混进来 到时候 很可能会连咱们一起责罚 你还愣着干什么 春宝不正现在不在 赶紧把他们弄走 好 给我过来 你到底要干嘛呀 闹够了没有 我干什么了 妈 我知道 这段时间你受委屈了 但是你能不能等我 拿到中间集团和财产 我再把你接过去 跟他们一起享福 你就不能再忍忍吧 非要在这里闹什么呀 一起享福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 跟他们住在一个家里 如果那个人渣给你钱 是为了要补偿你 那妈无话可说 那是她欠你的 如果她给你钱 是为了让你败坏良心 那你不能要啊 什么叫败坏良心啊 我跟你过了那么多苦日子 还不够孝顺你啊 反而是你 口口声声说爱我 你现在却变着方不让我发财 告诉你啊 你休想打你那些 假惺惺的大话来绑架我 你要是真为我好 就赶紧给我走 否则别过我 对你不客气 副总 这是您要的无声的详细资料 他真是对得起他这个名字 立刻召集 今天再搞到所有保镖 我今天要好好教育小武圣 你赶紧做事 小盛 妈知道 这些年你给我吃了很多苦 但是妈已经把最好的都给你了 你怎么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呢 你还要对我不客气 有啊没吧 给我闭嘴 怎么了 兄弟妹头 不是吧 这个楚圣明明知道了父老夫人的身份 竟然还敢这么大胆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这是这么大胆 各位猜得没错 这两个臭药犯 不过就是仗着各位名医 没见过副总的真正副武 赖子这里不走 来谋骗大家 原来是这样 我们都被骗了 果然 神穷就是脸挺厚 就我们这些有钱人 根本想不到 他们能干出这么龌龊的事 你们 这么丢人看着你呢 还信不够丢人 跟你走 小盛 别听她的 你走不走 你不走就死在你面前 我不走 你走不走 走不走 这可是临城各大家族 为父老夫人准备的 名贵重要的 价值了好几千万 主上 你一下子把临城 所有家族全得罪完了 这回别说是投资给她 你封杀她都不错了 你就想害死我是不是 不是我 是你刚刚拉我走得太急了 冲了 自从你来到了城里 就一直在给我添麻烦 你是不是巴不得我死啊 小盛 我怎么忍心害你呢 小时候你生病 妈冒雨 飞着你走了十几公里的山路 脚都磨破了 把你送到了医院 后来 妈为了给你攒学费 妈就到工地上去 累中暑了 妈就歇一会儿再干 后来 为了能让你手术成功 能让你健健康康的 妈把自己的肾都 小盛啊 这么多年来 只要你好好的 妈什么都愿意做 什么都愿意为你付出 你怎么就看不到呢 孩子 你先付出送个屁 能吃几个钱 别自我感动了行吗 钱钱钱 你的眼里只有钱 我看你简直不配当人 看来今天 绝对不能让小益饶了你 否则 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坐在哪里 都到这时候了 你还在装护狼颜色 真是活腻歪了 还有你 你少给自己脸上贴金 楚圣 不过和你是一个村里 给你教育无妈 那是给你 你倒好 说得好像自己是 楚圣的亲妈一样 什么叫我说的 好像是她的亲妈 我本来 你给我闭嘴 九雷妹子 九雷妹子 你没事吧 都出血了 九雷妹子 楚圣 你这下水也太狠了 老太婆这么大气 你没这么一吹 你搞不好要出人命呢 可不 就算这俩全好饭呢 是进来蹭吃蹭喝的 赶走就好了 何必要往死里整 我根本就没用力 是她自己没站稳啊 你怎么什么话 都说得出口啊 楚圣 副总说来就来 想让她看到 现在这个场面吗 我再跟你说说过一遍 现在赶紧给我走 我还是女的者啊 不然我恨你一辈子 以后你死了 我也不会给你送庄 好 我走 兄弟妹子 我走 兄弟妹子 赶紧给我起来 等一下 不能让她走 这些名贵的中药材 都是凌晨有头有脸的家族送 必须认 车头道歉认错 不然我们怎么交代 妈 这个事咱们回头再说 是啊 待会儿副总来了 看到我们在宴会上这么闹不好 对啊 不行 绝对不能让她走 必须 磕头道歉认错 不怪你干的好事 赶紧跪下 给大家道歉 楚圣 好大的胆子 我总看起来心情可不太好 这下咱们有热闹看了 楚圣的三年生意又黄了 早的机会 都来了 我看哪 不止投资要黄 这得罪了副家 中士集团 是等着破产吧 这次你满意了吗 小圣啊 副总是我的 够了 赶紧去给副总道歉啊 是 快去 干嘛 副总 我帮你抓住了 打发老夫人要的犯人 就是他 副总 这种犯人 副的夫口 真是个人账 副总 刚才的事 的确是这个抽药犯干的 跟我们没关系啊 你说谁是抽药犯的 就是他 还有这个死老头 他们一起混进来 刚才还冒充你们的父母 我们 想把他们赶出去 结果呢 他们就撒泼 弄翻了副老夫人的药材 谁跟你们 怎么说他们 冒充的 他们就是我的亲爸和干妈 这怎么可能啊 你怎么可能 真是副总的干妈 你明明是 就是啊 副总 你别开玩笑了 这个死 这个老太太 前不久还在我们家做保姆呢 就是一个乡下农村来的老太太 什么都不懂 怎么会是你的干妈呢 你以为 天下而你都是贤贫爱妇的 我再想告诉你一次 你再敢说我干妈一句坏话 我就让你今天就要消失了 来 副总 你想要去 我们的确不知道她是您的干妈 我们不是故意的 你们不知道她是我干妈 还不知道她也亲妈妈 你可真是个畜生 你让干妈给这俩人当保姆 你还有一丁点良心吗 副总 你听我解释 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 我妈 你快跟副总解释啊 你刚才成立的时候 你找不到工作 是我们家收留的你 说到底 我们家还对你有恩情的呀 小盛 你既然说这是恩情 我是因为什么留在钟家的 你不清楚吗 你怎么还能背着良心说话呢 小盛 我在钟家 他们是怎么对我的 你都看在眼里 我在那里的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小盛 是不是在你的心里 我早已成为了你的累赘 早就该死了是吗 我 我妈 你跟小盛 都是同村邻居 说什么脱累不脱累的 就是啊 巫妈 你之前来我们家 当保姆犯的错误 咱们也是看在小盛的面子上 才没有报警的 咱们也是好心啊 那你 你赶紧给副总解释一下 不要让他们误会我们呀 我们之前 的确不知道您的身份 还以为 你跑到这儿 撒谎闹事的 所以才赶你走 这 我们其实也是为了 够了 你们怎么虐待我干妈呢 我早就调查清楚了 现在还在这里颠倒黑白 副总 我们没有虐待她 巫妈 你快跟副总解释啊 我 我们没有虐待你对不对 巫妈 好 她是你同村的邻居巫妈是吧 我是彻底看起 你是个什么养胸狗肺的东西了 王大叔 副总 给中士集团准备的三个亿投资 立刻扯销 不不不 同时交代下去 以后敢和中士集团合作 就时候复事为敌 我复事 一定奉陪到底 副总 这是要封杀中士集团 谁让他们有眼无珠 得罪了父老夫人 活该 副总 我们知道错了 你瞧不能封杀我们呀 现在知道错 完了 母妈 父老爷子 我求求你们了 我现在马上给你道歉 对不起 你大人有大量 放过我吧 你 你赶紧给我妈道歉 求她原谅了 母妈 我对不住你 你就看她 就看她 我曾经是你邻居的份上 就饶了我吧好不好 你不要再喊我 吴妈了 我该说的 我早就说过了 是因为你一点不听 才造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也不会再拖累你了 不管你想跟谁发财 任谁当爸妈 我都不管了 我 我就当 从来没养过你 把他们赶出去 父总 父老夫人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我求求你们了 饶了忠治集团吧 我们给你上签 母妈 我求你了 你知道我一直都很不容易 但是现在被父总封杀了 我一天都活不下去的呀 求求你和父总 说说我的好话 我将来一定会报答你的 妈 我一定会好好上学 等我工作了 就把你借到城里去 让你后半辈子 过得幸福安康 妈 我求求你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好不好 别把我往死路上逼啊 小云 我 干妈 您不要再说了 我是不会原谅这个畜生的 我不要 小云 我也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他去死啊 干妈求你了 干妈 小云啊 你听你干妈的吧 要是小舍 在这里熏死逆活的话 最难受的 还是你干妈呀 好 我不放上他 我答应你 爸 您先带我干妈离开吧 这里就给我处理 好 就来没咋 我们先走吧 妈 妈 看在干妈的面子上 我不封杀你的 但是投资的事情 你们自己选办法 把他们赶出去 是 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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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走 干妈 那些双家会诊的结果 就是要给您犯舍 我已经动入了所有的人 给您寻找深渊 您就好了 那么就好 小云啊 我已经这个年纪了 没必要再花钱治这个病了 您千万不要说这种话 钱呢 我已经花出去了 您要珍惜点钱 您得好好准备准备准备 副总好 傅老夫人 干妈 这是我给您请的家庭特户 您得养好身体才能换身 所以啊 以后就由他专门负责 给您熬药调养 小云啊 这真不用了 我能照顾好自己 那您的意思是 显然我现在开始喊 傅老夫人 我全家老小都等着我养活呢 您别辞退我 那就留下他了 好 这个老太婆 不过是副总的干妈 却一上来就本家子 给我下满回 真是不议气 主持人 弄那个下满怎么样 其他家都听说 副家撤资了 他们也不跟我们合作了 我们的钱 现在被吃得很死了 再这样下去 恐怕是要破产了 看看你们干的好事情 非要接触这个项目 非要请那个五妈过来当宝谱 现在好了 他们快死了 夫人先别着急 我有个办法 楚上 五妈最疼你了 当初她在气头上 都愿意替你向副总求情 现在她气消了 只要你愿意 道歉说点好话 她肯定会帮你跟副总说投资的事的 对啊 这个副总最听五妈的话 只要五妈愿意帮我们求情 我觉得 拿回这个投资 应该不是问题 爸 妈 咱们之前那样对她 恐怕她这次真的寒心了 也不会再接受我的道歉了 我看这样好了 我们摆个宴席 我们一家三口 当面向她道歉认错 只要能够拿回投资 我跟你爸 向她认错 又有什么关系 我看这样好了 咱们三个一起去道歉 她那人心软 肯定就不会计较之前的事情了 这样能行吗 行不行的 你去试试不就知道了 快去啊 去啊你 你快去 好 我这就去 小云最近忙得很 为了帮她盯着点 修莲妹子的药 可不可以出什么杀错 你干什么呢 说说吧 这是怎么回事 对不起啊傅老爷子 我儿子最近生病 我急用钱给他看病 老夫人药都挺名贵的 我就想 偷点拿去卖钱 这些药是给修莲妹子治病用的 你这么偷工减料 耽误她治病怎么办 你走吧 我们不能再继续用你了 老爷子 我求您别辞退我 我求您饶了我吧 我这第一次 我发誓 我以后 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有依旧有啊 我们不能拿修莲妹子 治病的事开玩笑 赶紧走 我老夫人 我求您别自推我 我是真着急给孩子 看病我急用钱 我不能丢这份工作 我 富大哥呀 他也是为了孩子嘛 要不罚他一点钱就算了 这次 就看在 秀莲妹子的份上 饶你这次 下不违离 谢谢老夫人 谢谢老爷子 我这就去重新熬药去啊 死老太婆 做好人还不做到底 竟然罚我的钱 你等着 你来干什么 妈 之前都是我的错 我今天来是想带你出去 好好吃顿饭 我已经和你没关系了 也吃不起你的饭 你走吧 妈 我就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 可是我不是又来跟你道歉了吗 而且我爸和忠媒阿姨 也想跟你道歉 我们都知道错了 他们哪会知道错呀 他们只是怕破产 装作一副道歉的样子 我不相信 也不需要你们的道歉 你走吧 待会儿小云回来了 看见你又该不高兴了 妈 您现在是有了副总成腰 连亲儿子都不要了吗 小生 是妈不要你了吗 是你嫌弃妈没钱 是你不要亲妈了 妈 那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走吧 我不想再看到你了 妈 原来这死老太婆是出生的亲妈 不认自己的亲儿子 反而盼着副总在这里作威作福 真是不了理 趁副老爷子出去散步 我得好好治治他 让他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总觉得处生和那个吴妈的关系 不一般呢 什么叫我说的好像是他的亲妈 我本来 给我闭嘴 不行 一定哪里有问题 我得查查 老夫人 该喝药了 老夫人 这药吧 就得趁热喝 凉了就没药效了呀 小李啊 这药太烫了 稍微晾一会儿吧 老夫人啊 这一碗药就好几万块的 凉了就都浪费了 来 赶紧喝了吧 我喂你 来来来来 这 赶紧喝吧 你这 你说这一碗药好几万 你撒出来就好几钱 你这不糟糟东西吗 你 我也不是故意的 我看你就是故意 你呀 你就是花着父老爷子的钱 你不心疼 等于 干什么呢 老爷子 我喂老夫人喝药呢 你端起来喝了 这是老夫人的药 我哪有资格喝呀 喝 好 好 不喝了 有点烫 你知道她还喂老夫人 老爷子 我是真不知道这么烫 我也不是故意 冲撞老夫人的 老夫人您说是不是 我刚才吧 是看这药 凉了就没药效了 我想让她尽快喝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 兄弟妹子 是这样吗 她应该也不是故意的 这药凉了我再喝就好 那行 兄弟妹子 她要是有什么 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跟我说 咱们这是在自己家里 可不能受什么委屈了 放心吧 傅大哥 谢谢老夫人帮我解释 我给您换换新的去 等等 老爷子 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 我这可是装了监控 我看一下就知道 刚才你是不是 故意趟修莲妹子 如果这次你主动成人 我就无报警 如果被我查出来 可就不是辞退那么简单了 老爷子 我 我是一身糊涂 你饶了我吧 我再也不敢了 竟然真是故意的 马上给我收拾东西走人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老爷子 我真知道错了 你饶了我吧 老夫人 你就是装修莲妹子 也没有 马上给我滚 快滚 修莲妹子 回头啊 我让小云 再重新给你找一个家庭特户 这次啊 一定要好好考察考察 可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不用了 傅大哥 我也正想跟你说呢 我想回老家了 你的病还没好呢 老家就你一个人 也没人照顾你 我和小云 也不放心呢 我这个病啊 他也治不好了 没必要再花钱折腾 小云呢 一直拿你当亲嘛 你说这话 让他听到 得多伤心啊 修莲妹子 你起码等治好了病 再回去 要不然 我和小云 肯定不会放你走的 那好吧 让你起个死了 我都请不回来 我要干嘛 我都说了他不会来 是你们非让我去的 你这什么话 自己别本事 还要怪我和你妈 你给我继续去请 请不回来 你也别回来了 这 难不成 你想向狗原被赶出去吗 好 我去 我这就去 事到如今 只有一个办法了 喂 妈 我现在在副总家门外呢 求您出来见我一眼吧 我和你已经断绝关系了 你走吧 我和你没话说 你要是不出来 那我就一直不走了 我要在这不吃不喝的 也要把你等出来 妈 我都说了 不接受楚雄他们家道歉 你又来干什么 妈 我这次不是带您 去接受他们的道歉 是带您过去 跟他们说清楚的 我打算当着他们的面 坦白您的身份 然后和楚雄彻底断继关系 跟您回老家 真的 真的 之前我想继承中家的财产 是鬼迷了心窍 现在我想明白了 多少钱都比不过妈 对我的养育之恩 我不能为了千佩要良心 小生 妈等这一句话 等得太久了 好了妈 别哭了 我们赶紧走吧 那我进去跟傅大哥 他们说一声 不用了妈 我已经跟他们提前 打过招呼了 傅总忙 傅总说 他一会儿和傅老爷子 一起去给我们送行 那好 我们走 走吧 待会儿吴妈来了 不管她说什么 你都别跟她生气 她现在由傅总成要 咱们为了拿到投资 必须忍一忍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出去接个电话 小李师吧 你前不久 在傅总家当家庭特户 你知不知道 傅总那个干妈 他到底是什么来的 喂 你知不知道 傅总那个干妈 他到底是什么来的 那死老太婆 那有什么来的 他就是一乡下来的泼妇 专门挑那城里有钱人盘 傅总那是看他可怜 给他又掏钱又治病 他可到 哎 能将仇报 到哪都说自己是傅总干妈 你真是不要脸 这么说来 牧总跟他根本没什么感情 反倒是被他给和上 可不是吗 我跟你说啊 傅总在慈善晚宴上 帮他护了 那是看他可怜 专专就是为了做作样子 有话跟你讲啊 人家傅总 早就想把那狗皮膏 要给甩了 原来是这么 死老太婆 我们都被他给 哦对了 我总觉得 这个死老太婆 和处生的关系 不像是简单的邻居这一 那 这事我跟你讲啊 他俩的关系 发信息 我现在就救慧慧 这个死老太婆 秀莲 你现在是金飞锡笔了 都是父老夫人 来 圣主坐 走 小圣 你赶紧说清楚 我们走 我不想在这多待 妈 你看你来都来了 要不你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给爸和宋妹阿姨 一个道歉的机会吧 你说什么 你来之前的话 都是骗我的 还是为了让我来 接受他们的道歉 我也是没有办法 我要是不骗你 你也不能来啊 妈 我们真知道错了 你不是总告诉我 做人要善良吗 那就别跟我们计较了呗 是啊 我们今天 特意准备了 给你道歉 你 这么多菜 花了不少钱呢 我不稀罕你们的饭 再说了 你们也不是真心 知道自己错了 而是怕得罪了小云 自己会破产而已 臭老饭 你也陪剃副总 妈 咱们不是说好 给吴妈道歉的吗 我好不容易才把她 请过来的 这么做 得罪了傅总 怎么办呢 为了公司 你就不能忍忍 傅总 巴不得我们这么做 我已经打听清楚了 傅总 收留她 只是看她可怜 想帮她治病 结果 她趁机不要脸的 宣扬自己 是傅总的干妈 你谈上了傅总 傅总表面上 不好意思对她怎么样 实际上 小的就赶她走 咱们教训教训她 不但不被得罪 傅总 还是帮了傅总的大忙 我说呢 她这种人 怎么会是傅总 是傅总 原来 你是舔着脸 道德绑架 傅总 呸 你竟然为了攀上傅总 干出这种 不要脸的事 还害我丢了 到手的项目 你先害死我 想伤 我没有 傅总 他真的是 好了 傅总在晚宴上 绰绰维护着你 不过是要面子而已 你还能鼻子上脸了 我今天 非得要替傅总 好好教育教育 这样的话 他肯定会给我们 忠实重新投资的 我来 笑紧这种 别脏了夫人的手 这桌好酒好菜 是给傅老夫人准备的 既然 你不是傅老夫人 那就 换个吃法 小生你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 产生副总 还一把 你们 你们站不住住呢 你们会付出代价的 一个臭腰犯 还真是标准 死到临头了 还死压嘴硬 我看你能 叫到什么时候 还敢躲 就这样 你钻他 小生 你怎么能 帮着外人 这么对我呢 你来之前说的话 没有一句是真的吗 你说什么 这才是我爸和我妈 你才是那个外人 我是外人 我就不敢相信你 我就不敢相信你 你看看 你现在这个样子 才符合你臭腰犯的身份 就像垃圾堆的舱一样 可惜 我们捏死你 就像捏死你只马一样 简单 待会儿 副总来了 看到这个样子 肯定特别高兴 不仅我们公司能起死为上 说不定 我们还能攀上富士 飞黄膨砸呢 没错 我告诉你 这个就是你在宴会上 付出的代价 别用正家被奉还 我的鞋 你把我的鞋弄脏了 跪下 把我把鞋贴干净了 你想都不要想 我死都不会给你剪的 还敢反抗 出销 把它给我安在地上 妈 这老太婆一身是病 万一死在这就不好了 我去拿张纸巾 给你擦干净啊 我让你把它 给我安在地上 你个没用的东西 出销 不要看什么 放开我 你这个臭药犯 一次又一次的欺骗我 今天 我好好就消息你 难尽我心头是恨 让你剪 让你剪 不让你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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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臭水沟里的一条野狗 不让你 我的眼睛是看得起你 你还点点不要脸了 小生 救我 救我 副总 吴盛刚才去家里 把老夫人接走了 还说在天兰酒店 定了酒烟 向老夫人赔了一些罪 邀请您过去做个见证 陪礼谢罪 嗯 算了 毕竟他也是干妈的亲儿子 要是真能知错 干妈肯定也很欣慰 走吧 我们去看看 好 原来是这样 妈 副总那边是不是有什么新消息了 好啊你 我就说你怎么浑身散发这股平村惊喜 原来你是这个死老太婆的亲儿子 你们这俩 竟然敢合计伙来骗我 妈 我怎么可能是这个老太婆的儿子 我就是个孤儿 我从小到大 连我爸妈是谁我都不知道 你们才是我这辈子唯一的爸妈 小生 直到如今你还说自己是个孤儿 你对得起我吗 你给我闭嘴 你已经害我家破产了 要是再敢读一句话我就打死你 妈 我真的是个孤儿 你不信 你不可以问我爸 对对 我查过他的过程 他肯定是孤儿 要不然 我会让你营养他 夫人 你别听别人的谣言 你到时候错过了小声 你 谣言 我怎么家庭客户都给我发信息了 你送死老太婆过去的时候 客户全部都听见了 妈 我去父家见吴妈的时候 根本就没见过什么家庭客户 他 他一定是骗你的 我查了小生的过去 绝对清白 那个什么家庭客户 肯定是搞错了 要不就是有人 故意想破坏我们的家庭关系 小李都给我发视频了 你们还有什么好酒面呢 妈 你这个骗子 竟敢为了亲赵我们家财产 爆出孤儿 还把这个臭药犯的娘给带下来 你真是该死啊你 妈 你 小生 我早就跟你说过 你跟着他 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就是个人渣呀 一旦有了麻烦 他会立刻丢下你的 你给我闭嘴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妈 我真的是个孤儿 我不是这个老太婆的儿子 一定要相信我 不 你再叫我妈 我不会再相信你了 妈 我就算真是这个老太婆的儿子 我也早就跟他断绝关系了 妈 你就看在我曾经那么孝顺你的份上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好不好 我 我这就证明给你看 我只有你这一个妈 那你要怎么证明 我 小生 你要干什么 小生 你要干什么 我早说了跟你断绝关系 你为什么非要缠着我不放 为什么 我明白了 你其实从来没爱过我 你打心眼里就把我当成养老的工具人 所以你看到我跟爸想不就发疯 是因为你要把我绑在自己身边当牛做马 你才是那个虚伪自私的人 你根本不配当我妈 小生 无声 你说这些话还有没有一丁点良心 我是你亲妈 我没良心 没良心的是你吧 天底下的亲妈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发财享福 谁会像你啊 你这分明是被我戳穿了没话说 就像道德绑架我 我配 不是 不是这样的 穷鬼就是穷鬼 生个孩子养不起不说 这辈子只能给我们有钱人做牛马 你就认命吧 像你这么卑贱的女 这辈子都翻不了山 妈 我是你那儿子 我不是这个贱女人的儿子 我不要这一辈子当牛做马 我不要这一辈子被人踩在脚底下 哼 你说的 就这么一顿打骂 就能撇清关系了 他可是你的亲妈 只要他还活着 就会来纠缠 我可不想被这个晦气的人祸害 你还不快想办法跟他彻底断绝关系 好 我这就断绝关系 喂 帮我搞一份脱绝母子关系的协议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这个臭药犯的不是我吗 以后你再敢来缠着我 我就跟你拼了 你 你竟然 你什么你 这都是你活该 都是你自找的 我上 亏我还以为你能让新发现 看在干妈的面子里 给你个机会 没想到 你对自己的亲妈都这么不孝顺 你们都不知道 她为了你回身是病了 你这个臭什么 副总 我 我这是为了替您出气的 这样做的 替我出气 下副总 这个四老太婆 纠缠您的事 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您放心 我们今天一定好好教训她 不会让您为难的 对 我们帮您解决这个麻烦 您在旁边看着就好 你们是不是疯了 这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回来的干妈 她没有纠缠我 更不是什么麻烦 需要动她一根手指头 我傅云娟 被奉还 听懂没有 哎呀 不走 你看这也没有外人 您就不用装了 小李都跟我们说了 你呀 看着四老太婆可怜 所以呀 才照顾了她一下 你也是好心 不忍心赶她走 但是心里呀 巴佛的她赶紧滚蛋 是啊 您要是怕别人异了 可以先离开一会儿 保证处理的让你满意 一切身上 从这凌晨 来自全国的医院 封杀小李 需要什么的 就是跟我复事做对 我复事绝不姑息 现在 您能听懂我说的话了吗 哎 方总 这是个误会了 我们也是被小李给蒙蔽了 我们也没想到 小李敢撒这种话 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 试试帮您解决麻烦呢 您不是想给我解决问题 是为了您自己 你们本来就看不起穷人 觉得穷人 就不配得到富人的尊重 就不配有神尊尊严 我今天把话放着 你们三个 有一个算一个 敢在林城这么欺辱干妈 绝对不欺手 现在 马上跪下 给我干妈咳咳道歉 副总 你看 我年纪都这么大了 膝盖也不好 能不能痛一下 让我干妈下跪的时候 考虑过她一把年纪了吗 考虑过她浑身是病了 来人 让她给我老师跪下 哎 我跪 我跪 妈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这么敷衍的道歉 我干妈可不接受 说清楚 对不起谁 对做了哪些畜生不如的勾当 既然她们不想多 那就先请她们吃点东西吧 好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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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握 我们说 我们说 傅老夫人 是我楚雄对不起你 我贤贫爱富 我看不去穷人 我简直 我简直不是人 对不起傅老夫人 对不起 是我不该说你是乡下人 不该羞辱你 我求傅老夫人放过我 放过住口集团 你大人有大恋 放过我们吧 放过我们吧 我不应该 我 你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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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错在 不应该为了钱 忘了她的养育之恩 不应该忘了她给我一颗肾 忘了她的救命之恩 我才是个白眼狼 我才是个人渣 小圣 妈一直期待着你知错 好不容易听到这些话 却已经不敢再相信了 妈 妈 你一定要相信我 妈不知道怎么做 才能相信你 但我已经不想再相信你了 妈 我可是您的亲儿子 你把我养这么大 肯定知道我的为人啊 我就是 穷怕了 你的钱 你吃糊涂 我本质上根本不坏 我心里其实 你只想挣了钱孝敬人的 妈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一定要相信我 你还有脸说心里有干吗 刚才 我要是不进来 你还指不定做出什么事情 我 不会的 我就是想吓唬她一下 是 是终梅和楚雄相信我 这样我就不会失去 好不容易到手的继承权啊 啊 副总 你一定要相信我 她可是我心嘛 我已经给过你几个 是你自己没有把握住 干吗 你千万不能再信她 她花言巧语 只是为了躲避惩罚 但人做错了事 不受到惩罚 是不会改的 如果你真的为她好 这一次 现在让她吃点骨头 你说的有道理 小云 那这事就交给你处理吧 王特助 准备收购忠实集团 为干妈做主事 不要 师兄 我求求你了 饶了我吧 不要说我忠实集团 不然我也会不扎去了呀 这 这一切都是吴社的错 我们没有问题啊 是他一直跟我们说 吴妈的坏话 我们才会做那么多蠢事的 对对对 你应该惩罚她 不应该牵扯我们呀 就是他 你竟然这么果断污蔑给我 我早就说了你不是我儿子 是你自己不要脸 硬往上贴 你休想拉我下水 妈 我是你唯一的亲儿子 你一定要相信我呀 快救救我 你还知道自己是干妈的亲儿子 最不该这么对干妈的就是你 最应该受到重罚的也是你 王特助 把东西拿来 今天本来我不小心这个东西 但你这个狼心狗肺的处事没有丝毫改变 还变得加厉的欺负干妈 今天我就替干妈好好教训教训你 这样不知道什么是孝道 什么是两个姐 妈 妈你救我 从小到大年都没碰过我一个手指头 有什么让一个外人来打我 小云不是外人 他替我教训你是应该的 安住他 等一下 我知道了 我全都知道了 根本就不是我妈的干儿子 是他和傅大恩的私生子 你 你说什么 说错了吗 如果他不是私生子 他当一个副室总裁 凭什么任你当干妈 我可是你亲儿子 刚才竟然让一个外人拿棍子打我 这天底下 难道让干儿子打亲儿子的妈 有吗 难道傅总 真是这相关老的私生子 不是 你惩罚 竟然污蔑自己亲妈的清白 你看身人吗 你急什么 难道 陪我戳戳了真相 脑袖承诺了是吧 你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私生子 凭什么这么对我 有钱就了不起啊 心脏了 看什么都脏 仗势欺人的事 你们一下 现在反过来到他一旁 能你打啊 打死我吧 反正我现在已经无牵无掛了 亲爹不认我 亲妈看你这个私生子有钱 也不要我了 还挺着你一起来欺负我 我才是这个屋子里最惨的人吧 我都会遭报用的 你们打死我吧 聂子 你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你刚才说自己知道错了 妈有那么一瞬间非常高兴 妈还是愿意相信你是个好孩子 之前的那个小生回来了 可没想到 你不是没良心 是你的心黑透了 这个疤看到了吗 这是你小时候弄的 你都忘了吗 你怎么还在我家 你自己没有家吗 等我爸回来我就走 这段时间在你们家吃得用的 我将来都会报答的 得了吧 你家比我家还穷 拿什么报答 我发誓 我真的会 吃牛 小 小云哥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还有什么理由逃避惩罚 不 副总 小云哥 好歹我们之前 在一起生活了两年 我们不是亲兄弟 也生死亲兄弟了 就您看在我们 兄弟一场的情分上 就饶了我吧 你不提情分还好 你提心分我更要好好教训你 快压起来 试试 小云哥 这一棍 我拿你忘恩负义 不忠不孝 这一棍 让你情平爱抚不知廉耻 这一棍 我拿你颠倒黑白 后排无耻 副总 求你饶了我 求你饶了我吧 我之前做了核实手术 身体特别炫 你再这样打下去 我会死的 你身体虚弱 不知道干嘛身体更差吗 想干嘛 浇冷水睡大街的时候 你想过这些吗 这一棍 就打你自私自利 丧尽天良 爸 爸 你快求求副总啊 这是你应得的教训 副总打得好 妈 我可是你的亲儿子 你快救救我吧 我现在真知道错了 我要再这样 被小云哥打下去 我可就死了 我可是你唯一的亲儿子 哥 妈 我真知道错了 我之前做的错事 都是因为他们 都是他们把我蒙蔽在鼓里 都怪他们 混账 明明是你自己不孝顺 竟然还反咬我们一个 虽然你这是在推卸怎么认 但他们对我干妈做的事 我依旧会饶恕他们 但他们对我干妈做的事 我依旧会饶恕他们 你要干嘛 我错了 我都饶命 我都不是饶命啊 别打了 让我干什么都行 别再打了 好了 这才刚刚开始呢 你们不是喜欢骂我 干妈出会要饭呢 等你们的公司破产之后 房子车子都被离了 又找不到工作之后 就可以好好感受 要饭的感觉吧 走 走 不要 我坐 我坐 不要 妈 萧云哥 今天是干妈最后一次护着你 以后你好自为之吧 走 妈 萧云哥 都怪你这个灰气的东西 要不是你把那个次老子还活带到家里 我们能落到现在这个家城吗 你怪我 你是你们一直让我侮辱他 欺负他 我才是那个被你们拖累的人 烦了你 你敢跟老子这么说话 下贱的东西 你怎么不知道你去死啊 活下来坏我的 你这个人渣 你根本不配当我亲爸 什么 那个死老太婆 我还是听到 咱俩结婚后 我有多老实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怎么可能有失神 不是他 和后出轨生的 他跟你结婚前生的 当初勾搭上你的时候 就是有夫之夫 因为你有钱 他抛弃妻子 就追到你们家 生不了孩子 也是他特意把我找回来 他就是想让自己的血脉 吞掉你们中间的财产 好你个楚雄 我堂堂一个忠实先机 竟然做了你这么多年的小三 真的不是这样 他是狗鸡跳枪 故意想破坏咱们俩的关系 我有证据 这是他当初认领我的时候 做的亲子坚定 我多留力分 我信你自己看 好你个下贱东西 竟然留着亲子见尽来害我 看我不打死你 你敢打我 我打就怎么样 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们家的乡下人 你只要打条狗一样简单 我就打就怎么样 神经病已经负产了 你还以为自己是好门千金呢 看我不处死你 反了你了 楚雄 竟然还敢还手 我今天跟你骗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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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姐 要不是看在钱的份上 我早就不忍你了 你这么多天吃我的 喝我的 用我的 花我的 你都没有突出来 放下 我今天就要打死你 你这个骗子竟敢为了欺账我们家的财产故意抓孤儿还把你这个臭药犯的娘带回来你真是该死 你这个吓你的东西你怎么不找你去死啊 我想要护害我们 爸 爸 小兔崽子 你害得我破产了不先一跑了之 还想怎么样 哼 那个吴秀莲可是你亲嘛 还有副总 他怎么说也算你哥 不可能舍得把你逼死 想办法 去求他们原谅 让他赔我一大笔钱 这怎么可能 他们刚才是怎么对我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们怎么可能还会给我掏钱啊 不管 我警告你这么多年你在中价花的每一笔钱 我都记着 你要是不去让副总赔钱给我那就够了 你竟然这么算计我 我可是你亲子 去不去 你要是不去 我有的是办法缠着你让你一辈子不难受 好 我去 我这就去求父子 干嘛 他这是走投无路了 他想去来求你 你千万不能再信任了 是啊 秀莲妹子 你想想他之前对你做的那些事 让他吃点苦头 也是应该的 你们放心吧 我不会再轻易原谅他了 不过 他患了肾之后身体很差 背上还有伤 这么贵着恐怕会出大问题 我明白干嘛 我这就去取权他离开 哥 小元哥 你终于肯欠我了 你赶紧走 别在这浪费时间 就算你跪上三天三夜 我干嘛也不会原谅你的 我也是没办法啊 副总 楚兄那个人渣 把我在中间花的每一分钱都做成了欠债 要是还不上 他饶不了我的 这都是你自找的 本来你跟着干嘛 苦是苦了点 但不至于欠一屁股站 等我找到你们 也可能会帮你找个好工作 你怎么就滚鼻子枪认了那个人渣倒 副总 他只是中暑而已 一会儿就能醒 我给他开点药 嗯 妈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吧 让我留下来好好照顾你 弥补我之前做的措施好吗 你走吧 妈 妈 请拿出去 是 妈 你别不要我 走 我是你的亲儿子 我是你的小圣啊 妈 小圣 你可 妈 妈 实在是没地过去了 那能不能收领 穿祸 要走前就算了 还想让我收领 做梦醒为你 不应用的东西 你怎么不就此啊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再也没有妈了 你们知道吗 我的身体不好 给了我给了我一颗身子 我还让他连水 我还让他给中美那个小三下跪 我真不是人 一双手 我真该死 妈妈 我累了 要抱抱 那妈妈背背行不行 停 妈妈 我沉不沉 当然沉了 但无论怎样 小宝啊 就是妈妈的全世界 妈 我连自己的妈都弄丢了 我还有什么脸活着 啊 小伙子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妈不要我了 我再也没有妈了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情况 但你要是死了 你妈妈会心疼的 我错了 我大错特错 我 从小到大 拔的无条件地宽容我 害护我 我去把这当作武器 一而再再而三地伤害他 都为了我 付出了时间 付出了一辈子 你不得可为了解背反他 抛弃他 我怎么能这么出伤 怎么能 他更应该活下来去弥补妈妈呀 死了 可就永远对不起他了 你说的对 我得弥补他 我想好好弥补他 我一定 一定会给他幸福 用好晚辈子 好好弥补他 妈妈 我一定会爱你一辈子的 小宝真乖 干嘛 圣缘已经找到了 正从手中那边空运过来 这几天好好做一次检查 我们就可以准备手术了 小云 给你添麻烦了 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 只要你进去看看的 我和小云呢 都高兴 你先进去检查 我和小云在外面等你 好 那我先进去了 快 快 副总在这里 快拍 他在这里 快拍快拍 快拍他 你们干什么 大家今天一定要给我做主 咱先看看 副氏集团 上面自己家大业大 西副中氏集团 用不正当的手段 来挤兑中氏 现在还想逼死我 请问副氏 是战士气人的黑心企业吗 先进来这起政策 是不是采用了不正当的 竞争手段奴隶 请问您为什么 监视投资中氏集团 但后续很快收购他们 这是不是你 真是中氏集团的手段 是假设 还有什么正格光的办法 说说吧副总 各位 我们副氏收购中氏集团的程序 合法合规 如果你们不信的话 可以去相关部门 举报调查 我们深正不怕有自信 不过 如果有人恶意诽谤的话 我不信让他不说 采出没代理 你还要威胁我 你就是要是欺人 我今天就是不怕你 我就是要把你的恶劣行径 告诉大家 我就是要把你的恶劣行径 告诉大家 既然你这么说的话 那我可要报警了 既然副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说出这句话 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这中氏 有些心虚的样子 会不会拿我们当枪使啊 各位 你们不要相信他的话 他副氏集团这么有钱 他早早就换了重心 收买律师来欺负我们老百姓 我今天就是要揭穿你 我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是 是 武圣 你要胡说八道什么 我看在干妈的面子 你不想他的激情 你要安江楚吧 你来的正好 快点告诉大家 副氏怎么欺负我们的 我之前是中氏集团组经理 副氏集团 投资收购的事宜 我全都清楚 他们都是合法合规的 中美和楚雄 他们才是正式欺人的人渣 走到今天这一幕 完全是最有应格 原来是这样 是 你疯了吗 我已经干嘛 你是 你想把自己的名字 你搭进去吗 自己的亲妈都不要了 我还要什么名上 我连自己的亲妈都不要了 我还要什么名上 各位 我刚才说中美和楚雄是人渣 其实我更是 我之前二十多年 我过的都是穷古日子 这段时间 我为了先不择手段 还被中美和楚雄去当狗 去欺负自己的亲妈 还差点把他害死在中家 这是什么情况 可以展开说说吗 我其实 是楚雄的亲生儿子 他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抛弃弃子 助坠到了中家 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见过我们母子 我本来是很恨他 但是我长大后 却为了得到中家的财产 我不仅把他热回来当爸 他把自己的亲妈 带到中家去当保姆 还跟着虐待他 没想到 他竟然当着众人的面 承认错误了 所以中美跟楚雄 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中美被透总的指控 也是血液抹黑是吗 没错 就是妈妈过程后 过上穷苦日子 所以才给我这条件 她说的话 根本就不能信 七天我们这么多媒体 一定要拍下来 给大家看看 你们 你们干什么 欺负我母亲的下场 我早就应该这样对你了 你 你们想逼死我是吧 你们想逼死我是吧 你别听这个白尔郎胡说八道 其实 就是他和那个楚雄 想吃我们家绝户 被我发现了之后 结果就联合这个兴妇的 谁想吞逼我们中士集团 啊 还有他这个所谓的干妈 其实 就是这个父老爷子的信套 他们一群人想欺负一个女人啊 你们要为我做主啊 胡说八道 我和秀琳妹子轻轻排排 别在这胡求蛮缠 刚才我起诉的时候 还要加一套粉棒子 这到底谁说的是什么 感觉都很有道理 副市集团想要收购公司 也不至于用这么过瘦的手段啊 这么大一个公司 这么多年也没什么否论 我用性命来担保 说的所有话都是事实 你们今天一定要听我主持公告 不然我就死给你们看 公司把自己的命主持 搞不好真受了什么厉害的问题 副总人非关天啊 您要不去放过重视 你们父亲可是在上市的观察 这个时候要是闹错人命了 再说不及影响可不好 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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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啊 啊 啊 哎 哎 是啊 各位 这只是个道具弹簧道 像他这种 根本舍不得对自己下手 他就是想用不论的压力 来得到自己的利益 他才被他骗了 这钟总真不舍得 从这个时候了 还不要脸的撒跑耍赖 送下来报光卡 咱们没脸见人 这个忘恩负义的班人了 别发疯了 这些年代 你是怎么跟储学 压榨工人敛财的 都有证据 在来之前 我就已经报警了 还是想想怎么跟他们解释清楚 妈 小云哥 傅伯伯 我现在不设足你们的原谅 但是 你们一定要救救我妈 给我妈治病 让她健健康康的 她才能看到我以后 是怎么改正我的弥天大错的 喂 什么 喂 幸福呢 你们给吴秀莲准备的肾 现在就在我手里 什么 你要想拿回去的话 就满足我几个条件 不然我就毁了它 让吴秀莲去死吧 肾源是保密运输的 你是怎么拿到的 小李还没被你开除的时候 可是在你家听到了不少 现在 他没工作没收入 我随便画个大法 就让他画个奥出来 我既然有办法得到消息 我就有办法得到东西 你要管住那阁事 我绝不会烧得进去 你还敢威胁我呢 我现在一无所有 光脚都不怕穿鞋的 不信就试试 你有什么要求 我要你给我一个亿 我还要你复原 亲自的 以前下跪道歉 别答应他 他就是个人渣 你去了会有危险的 他可什么都干得出来 我已经这把年纪了 不换身也无所谓的 干嘛不行 你这次必须要换身 不然 就只能活三个月 什么 三个月 小英哥 副总 求求你了 一定要救救我妈 救救他呀 我活到这个年纪 已经很知足了 就不拖累你了 副相 我不答应 你考虑好了没有 我的耐心是用心的 你在哪 我待会是要去找你 站住别动 不然我就把箱子扔下去 你别激动 我们就站在这里 我们都听你的 这是你要的一支票 只要你把箱子给我 现在马上就可以给你 你把这票送过来 他人正在原地别动 你 你别为了胡总 我记得过去 你算什么东西 我让唐当不是唐台 亲手给我送过来 他不是零枪手 你不是对责贵的人吗 我现在 就让你下跪低头 让我狠狠地羞辱 可以 只要你把箱子给我 妈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 你最恨的人是我 你这贱子 有什么资格代替幸福的 你也配 我另一句话说得倒对 我最恶心的就是你 就是因为 我当年 娶了你这个扫把鞋 我才会生出 这么个箱子儿子 才会被他们害死 这样 如果你羞辱我可以解气 那就不要为难小云 好 你不要上岗就低头下跪 那就赶紧的 好 不要上岗就低头下跪嘛 那就赶紧的 干嘛 你走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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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就幸福得很多吗 今天还不是给我架跪低头 说这个剑 我根本配不上我楚雄 还有 你伤了这个剑子 早就该死 楚雄 你可以羞辱我 但是小圣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结果他过去做了很多 很多不可原谅的事 我可以不认他 但是我不能咒他 我做不到啊 妈 儿子对不起你 你们现在撞什么木子清泉 说不说 不是我现在就把人扔下去 干嘛 我也求你了好吗 你们俩起来 起来 你还不说 这世上没有一个母亲可以为了自己救自己的儿子去死 我做不到啊 那母亲 你给我来应的了 那母亲 你给我来应的了 住手 干嘛 你妈 你不要来 住手 你又干什么 钱我们已经给你了 你伤害手里被走 我可以帮你走 我肯定是要走 主手 你怎么当年欺负你了 你不想报仇吗 现在你给我臭臭 你狠狠的臭臭 不然 接人去见严王 不是 不能救干嘛 快 快啊 不行 我做不到 够了吗 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满足你 只有你别伤害我干嘛 没有错 我好不容易才会我过来想要弥补他 我不想后把妹子活在悔恨之中啊 还有什么要求 你还要多少钱 我可以不动中学习团 跪下 跪下 磕头 狠狠的磕 看到你 亲儿子 鸭儿都得给我下跪低头 都被我踩在脚下 这就是跟我作对的下场 你连自己亲儿子都不放过 你还是个人吧 老子有了钱 都是我孙子 当年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你 你这种人不会有好下场的 你就别做发财梦了 你是贱人 死到临头了还看不起我 我弄死你 死到临头了还看不起我 我弄死你 我 快收拾他 小语 你的手 没事 开皮板上 臭小子 犯了你了 这弄老子 你欺负我先批爱妇 都用我去欺负我妈 是和自己喜不得太晚了 这个老人渣 头报警了 就等着进军吧 一起陪葬吧 胡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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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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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医生说那天掉下去的时候 幸好那个人在底下 不然 没的就是你了 妈 那颗身拿回来没有 你做没做手术 放心吧 干妈的手术 很成功 这次都亏你了 等你康复了 就再复事上办 工作已经给娘们好了 我不想去 为什么 之前为了钱 做了太多的措施 我现在只想从最底层的工作做起 也算是弥补我之前 犯了措施 是 好 我儿子想要靠自己 有志气 妈 你不想让我 我肯定好不做人 不会让妈失望的 儿子 我肯定好不做人 我肯定好不做人 不想让妈失望的 她说 那一半 儿子 我愛你